24小时如何过? 40,皮 40,即上午9到11点 心法药方 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这个时辰人体的老板是皮脏 40,人体真气助于足太阴脾经 这条经脉随着我们的吸气 由足部走向腹部 它起于大脚趾之端 寻指内侧白肉计 过河谷后一路入腹 鼠皮落胃上隔斜烟 连蛇散于蛇下 其支流再从胃往上走 助于心脏 我们都喜欢脾气好的人 不喜欢脾气不好的人 在中医看来 脾气不好就是一种病态 说明你的脾出了问题 脾出问题 五脏六腑都要出问题 因为脾为后天之本 不能不慎重 中医养生 非常脚就情质条理 脾气不好的人 在这个时辰就要多注意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一天下来才会快乐 五脏六腑才能和谐 现代人 现代人总会在这个时间 忙碌于生意公务 许多人会说做不到这三好 其实这个时辰 如果你多注意 心存善念 口说好话 手做好事 不仅仅你的脾气会改观 人缘也会自然变好 所以我给这个时辰开出的药方 就是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做个三好学生 三好员工 三好老板 三好朋友 三好everybody 这可以从生活中的 一点一滴小事做起 比如你的员工干了蠢事 你本能的要收拾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 这一刀下去 可能是错的 吃蝎再说它 这对自己的脾气有益 对事业也有益 因为脾主韵化 你的气不顺 它韵化起来就不舒畅 脾脏这位老兄 本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脾子的一大半是杯 它处于心脏和肺部之下 自然要十分谦卑 生活中 有好脾气的人 也多半是谦和的人 人体在沉时 通过胃接受食物后 四时就由脾来负责帮胃 韵化五骨 所以古人说 脾者 避也 避助胃气 以化骨 胃主受纳水骨 脾主韵化精微 皇帝内经素问 次法补一篇 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论述脾脏说 脾者 建议之官 知周出音 在中国文化中 由下而上提建议 才叫建 你看 足太阴脾经 不也是由下往上走吗 脾脏是位谦卑的哥们 他在身体的中央 从经脉走势看 他要对心脏和肺部进行建议 协助心神 决定意志 而且 全身上下的大小问题 这哥们都能知道 并明白问题的原因所在 所以脾是位 很能待人处事的好兄弟 这么好的哥们 难道不值得我们用好脾气 对待他们 那么脾是如何做到 建议和知周的呢 通过勤勤恳恳的工作 做到的 在上午9到11点 这两个小时 他不断韵化 水骨精微 所以那些为了减肥 而不吃早餐的白脸 反而会长胖 这种虚胖 就是因为你早上 7到9点不吃大米粥 现在皮要开始韵化 而你体内没有东西 给它韵化 你老让皮处于空韵状态 皮脏自然受损 你越想减肥 它越让你长胖 因为脾气受损 必然散漫 一散漫就虚胖 所以有志于减肥的同志们 早上上班前 一定要记得 喝一大碗大米粥 现在很多人吃饭不香 尤其是老外 总得往食物里 加很多盐或调料 原因就是皮脏 被它们折磨得够强 皮脏的韵化功能不强时 吃东西就不香 所以检验 您的皮脏是否有问题 就看您尚能犯否 此外 皮还煮肌肉 人体肌肉方面的问题 几乎都可以归根到 皮脏的韵化功能上来 而且皮在情质方面煮丝 忧思伤皮 所以我才建议大家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只要做到这三好 就能轻轻松松 开开心心 从而达到健脾和胃 养生去病的效果 顺便说一下 很多人伤心哭过一夜之后 第二天眼皮准是肿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一 皮主肌肉 哪怕小的眼皮 也由它管 所以经常眼皮跳的人 要注意皮脏 二 忧思伤皮 两个加在一起 皮扬不振 失邪难化 自然眼皮要肿了 所以有之于 做美媒的人 要常保持开朗乐观 眼皮才不容易搭了下来 才不容易显老 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读者 不仅在四时 做个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的三好人 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 都能阴天之序 做个合道而行的好人 道出品的每一期